欢迎收看我是熊老师 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题组 出在作业里面 6个人分为甲野饼三组一组两人有几种分法 那我会建议就是如果我们要 授课的时候教这一题的话呢 把这三题都看一看再来写 第二题是6个人两两分三组有几种分法 那他到底跟上面那题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A到I9人每三人一组 其中ABC不同组又会有几种分法 那按个暂停想一下 写完了这三题我们再来看后面的解答 那我直接讲 这个如果是已经知道一组两人 所以ABCDEF配对给甲甲乙乙乙并并 那这样子配对起来的话 问你说有几种分法呢 就是六阶除以二阶二阶二阶 第二题呢 他到底跟上面那题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他没有取主名 所以当你把 你还是把它想成是假假一一丙丙的时候 那你写出六阶除二阶二阶二阶的时候 我会跟你说 这两个对调 事实上这三组的互换都没有差 也就是说你今天AB在夹 CD在移 EF在丙 跟你EF在夹夹 AB在丙丙 CD在移 都没有差 反正就是AB一组CD一组 EF一组 所以说三个对调没有差 会乘三阶分之一 每三阶总视为一种 所以是15种 那如果是3 9个人里面ABC不同组 那一个常见的做法就是我们把A B C 分别放在三个不同的组里面 那剩下什么 这个DEFGHI 配对给 这个是A的那一组 所以它是配对给AABB C A的那一组 B的那一组 C的那一组 这个时候对调是有差的 所以 这样是 还是上面的90 可以吗 那如果是第四题的话 9个人分成甲A丙三组 每三人一组 然后ABC不同组 也就是说其实有这个 甲甲甲E 丙丙丙 GHI配进来的话是6阶除2阶2阶2阶 可是呢 我们现在是有组名甲乙丙 可是那你当初ABC怎么知道谁进到哪一组呢 这就会比上面那一题多成一个三阶 这就是这四小题的不同 我刚刚应该让你们四小题先看完再写 那要能够做出这个差别 其实这样的问题可以再更前面一点 也就是说在我们学完阶层 甚至是还没学那个 还没学那个重复排列 的时候都可以就可以交了 只是我把它放后面的原因是因为 那个时候学太多东西了 怕说在那个时候一起连这个一起学会有点乱 那反而是我们现在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问题 会觉得很轻松 应该蛮好理解的 A到I9个人分三组 一组四个人 一组三个人 一组两个人 其中ABC要不同组会有几种分法呢 那按个暂停可以想一下 所以根据上面所说的 我一样是ABC站在不同组 这个时候你要去想 那A到底是进四的那一组 还是三的那一组 还是两二的那一组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三阶 假如说已经知道A是四的那一组了 那剩下来的就会怎么样 剩下六个人被分成三二一三对 可以吗 那也有可能A在这里 B在这里 C在这里 就是这个三阶带来的变化 就是这一题 如果是九个人分三组 一组四人一组 三人一组两人 然后可以说AB同组哦 那AB同组的话 到底AB在哪一组呢 AB在四人这组在三人这组在两人这组 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够说把其中一个算出来乘以三 你要把三种情况分开来行 如果是上面这个的话 就会变成是你剩下的七个人分成了二三二 而且这两个二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有A的那一个二 这是没有A的那一个 有AB的二这是没有AB的二 所以它会变成是七阶除以二阶三阶二阶 加上 这个的话是把七阶除以四阶一阶二阶 加上 这个的话是把七阶除以四阶三阶 这样这三个加起来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如果说A到G七个人翻三组 一组三人令两组两人有几种分法呢 那这个就真的按了个暂停写一下 应该会写 所以是七阶除以三阶两阶两阶 但是这两阶这两组对到没差 所以乘二阶分之一 如果ABCDEFG分成甲乙丙三组 其中一组要三人一组要两人有几种分法 那像我们过去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都会建议说 我先假设我已经知道了 甲乙丙谁是三人的 谁是两人的 所以我把它配给甲乙丙甲乙丙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在配对的时候 就是七阶除以三阶二阶二阶 但是你还要在对应上 甲乙丙其实不知道谁是 哪一组是三人的 所以你会有一个 甲乙丙配给三二二是三阶除二阶 那当然你也许可以有别的写法 如果你用了别的写法 你算出来的答案 跟我这里算出来的答案是一样的 可是你不确定你那个写法 到底是真的对了 还是你只是刚好数字一样 你有没有人可以问的话 你可以留言问我 我会回你 这一题 我有十科围棋 分成二十科围棋跟正 上面放十科 下排放十科 上排已经知道放的是七黑三白 下排放二黑八白 如果上下两科 不可以同时都放黑子的话 有几种放法 你可以按个暂停想一下 这一题是学测题 那它到底有几种放法呢 我们上面这一排先任意放吧 所以上面这一排是 十阶除以三阶七阶 那你放好了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五 我放了三个黑的 选好了三个黑的之后怎么样 它下面的那个位置一定是白的 是不能挑的 因为它不能上下都放黑的 附来一题 我们上面这一排十阶除以三阶七阶 如果你写出来就是不顺利的话 这个要回头看 因为它其实就是十个不同的位置 分配给三个黑的七个白的 三黑七白排列 名为排列 但是实际上你很容易看到 它的算是写C C十取三这样子 那就是它把十个不同位置 配对给三个黑的七个白 下面这里呢 因为已经被锁定住三个白的了 所以这个所谓的二黑八白里面 其实只有二黑五白可以选而已 所以就剩下七个 七阶除以二阶五阶 这两个乘起来 2520种也可以怎么做呢 也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白球一大堆嘛 那你只要决定好哪些位置要放黑的 我现在不是有十个位置吗 我现在不是有十个位置吗 然后因为它上下不可以同时放黑的嘛 所以上面有七个黑的 下面有两个黑的 总共这十个位置里面会有五个有黑的 另外五个是全白的 对不对 所以你在十个位置里面挑五个 这五个是可以放黑的 可以吗 然后其他都放白的 OK 但是还没有结束 因为这五个位置可以放黑的里面 你必须要在里面分配给 其中三个是 这个上面要放黑的 其中两个是下面要放黑的 所以还会再有一个C5取 2 对不对 那这样子是多少呢 所以是 上面是剩十九八七六 下面剩下 因为你一个五阶又跟十阶约掉了 剩下这五个 然后六阶 六 三阶是六 然后二阶是二 这样 附带一提 我们刚才是先取了五个有黑的 然后再把这五个分成上排跟下排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说我这十个位置有五个是白 就有五个是上下阶白 然后有三个是上黑下白 有两个是上白下黑 所以你可以直接说我是十阶除五阶三阶二阶 也可以 那算成这样子 然后约分 约分四 然后这个9763乘以4的话是252 所以是2520 就跟我们刚才算这个一样 这样可以吗 好我们来看之前作业的第七题 将20颗小球放入ABC三箱里面 三箱都有球 而且AB两箱的球都是奇数的话 有几种分法 那三箱都有球 AB两箱都是奇数 注意一下这件事情就是 奇数如果要加奇数 结果要变20 因为奇数加奇数是偶数 所以要再加一个偶数 才会是20 那接下来再分配的时候 固定维持奇数奇数偶数的这样子的情况 那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在我们那个分筹码 那是重复组合 H的那个单元 因为你20个是相同的东西 但是ABC有三个不一样的箱子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分筹码的概念 所以你要怎么让它维持奇数呢 我们当时有讲 不论是奇数还是偶数 都是以两个为单位 因为奇数也是每个连续的奇数差2 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先给A箱一个 再给B箱一个 再给C箱要两个 因为不然的话C箱会没有 这样就可以确定它们是奇数奇数 然后这个偶数合起来是20颗 那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把剩16先给 那剩16的话呢把它两个一组变8组 那所以答案是H3取8 五位数中五个数字是三鸡两偶的一共有几个 三鸡两偶的一共有几个 那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它没有说不可重复 所以是可以重复的 对不对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排这个鸡跟偶排列 所以把奇数跟偶数进行配对 有这个5接除以3接2接 那每一个奇数有五种选择 每一个偶数也有五种选择 那所以呢这样子要乘上5的5次 对不对因为可以重复选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0不能摆在最前面 对不对0不能摆在最前面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不管奇数跟偶数在什么位置都是5的5次 就是除了0不能在最前面之外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就先扣掉 就先扣掉 就先扣掉 偶数在最前面的情况 所以如果是偶数在最前面的情况的话 那么剩下的四个位置由这个 积积积偶去排列 所以这个地方是4接除以3接1接 排除掉万卫为偶数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大胆的5次 然后那剩下的就是这个万卫为偶的情况 那剩下的就是这个万卫为偶的情况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最前面是偶数嘛 然后又不能是0嘛 所以是一个4啊 然后剩下的还是5的4次 这样子的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 这个是10-4 所以是6 6乘5的5次 减掉16乘以5的4次 这样可以吗 那6乘5的5次其实是30乘 因为5的5次是5乘以5的4次嘛 所以6乘5的5次是30乘以5的4次 减掉16个剩14个乘以5的4次 那一个5跟2结合是10 剩下125跟7 那是8750 4男6女分5组做实验 一组2人 每一组至少要一名女生的话 会有几种分组的方式呢 那所以每一组至少要有一名女生 你就会发现 你的男生一定要摊开来 如果你有两组 如果你有两个男生在同一组的话 是不行的 因为一组只有两人而已嘛 所以其他的队伍会分成这样子 对不对 那这样子说他有几种分组的方式 因为没有组名 所以四个男生就各自是一个队名 然后这里有没有男生的那一队 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相当于是怎么样呢 六个女生 六个女生 这个A B C D E F 配对给四名男生 1234 和这个 有两个是没有男生的那一队 这样可以吗 于是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的答案其实是六阶除以二阶 所以是360 甲乙丙丁四个人合力决定一起写数学作业 一共六题 其中两个人写两题 另外两个人写一题之后附超算四 那这样子题目有几种分配的方式呢 因为六道题目是不同的题目 但是怎么样呢 他被分配给到底谁写两个的啊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你等一下再决定 你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先决定这件事情 对不对 甲乙丙丁 配对给二二一一嘛 所以这个地方是四阶除以二阶二阶 假设我这里已经选好了是两个甲 甲写两题一写两题 对不对 那这样子是六阶除以二阶二阶 那乘起来就答案了 720除以4是180 这是14641的6 所以是1080 这样可以吧 好那我们这两个课先上到这里 好那我们这一题上到这里 我们那边来就可以做 Professional